大家好,我们养盆栽,花卉,通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虫子,如果是养在室外的,就很好办了,买点农药就可以搞定,但如果像我一样养在室内的,养在家里的,那就不能用农药了。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,制制无毒无害的万能忽利液蒜子辣椒水可以杀虫,但是有的朋友很抗拒辣椒的味道,有些朋友所在的地区买不到芷田椒,那今天就来分享在家中随手可得的两种物品,就可以调制成杀虫剂,还可以消毒杀菌。 接下来,我会分享几个配方,这些配方适合于,盆栽,蔬菜,花卉,比如我们是那种的兰花,或者你种的多肉,这几种配方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 现在来分享第一个配方,最好用,最常用的配方,并且这些材料,随手可得。 材料一,厨房洗洁精,是不是随手可得。 材料二,花生油,我们炒菜用的,是不是随手可得。 有了这两样物品,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杀虫剂了,面前是酿勺,这是酿肥料用的,一公克的酿勺,满满一勺子洗洁精。 这个勺子,是我们外卖奶茶的时候,附送的,搅拌奶茶用的,奶茶根。 它的用量,大概是一公克的四分之一,也就是说,花生油,就是四分之一公克。 这是制来水,不过在温度上面有讲究,大概是二十八至三十度之间,我这里准备了两杯水,两杯水一共是一千米。 把水举得高高的倒下去,冲出一些泡泡。 这个杀虫消毒剂,简简单单的,就做好了。 说到这里,你肯定有很大的疑惑,为什么花生油跟洗剂精在一起,就具备杀虫、杀菌、消毒的功能呢? 那我们先说植物油、花生油吧。 我们厨房用的炒菜的植物油都可以用,比如花生油、橄榄油、芥花枝油、玉米油,只要是植物油都可以。 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试过,有的时候的标签有粘性的很难清除,我们第一点由这里润一润,等一会儿就很容易清除掉,包括一些纳质的粘性也是有帮助的。 那如果是这颗虫遇到它,就有一定的作用了。 再来说说洗洁精,洗洁精它跟水堆在一起,会产生丰富的泡沫。 我们把洗洁精和植物油兑好以后的杀虫杀菌剂,用喷壶喷出去以后,植物的表面就会产生一些泡沫。 这些泡沫就会隔绝空气,虫子和细菌,它们都是需要空气才能够生存的。 这样一来,虫子和细菌都直吸而亡,所以洗洁精和植物油搭配在一起,就变成了杀虫消毒杀菌剂。 我买的洗洁精,本身就具备杀菌功能的,它上面写的有高效杀菌,达99.9%。 洗洁精和花生油兑好的杀虫消毒杀菌剂,具体怎么使用呢? 我们可以以喷洒的方式,整棵植物喷洒,也可以用浸泡的方式,整棵植物浸泡,比如拆植料换盆,另外还可以灌根。 喷洒的方式,主要是针对红蜘蛛,介阔虫,牙虫之类的,均匀的喷洒在植物身上,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,等它自然的干,不用过水。 以喷洒的方式,是最简单,直接的,你可以隔一天再喷洒。 对好了的杀虫消毒杀菌剂,装在喷洒里面,可以保存十天八天,随时可以拿来用。 不建议放的时间太长,放的时间太长,怕变质对植物有影响。 杀虫消毒杀菌剂的另外一种用法,就是换盘换植料的时候,整棵都可以浸泡在这种液体里面。 面前这棵就是上上一个视频分享的。 用这种方法浸泡,消毒杀菌以后,一切都很好,花苞一个也没有掉。 要留意的是,浸泡时间15到20分钟,时间太短,没有效果,时间太长,对植物有影响。 还有一种浸泡方法,比如面前这棵几条水苔种的蝴蝶兰,夜行这个位置,有一个小叶子长出来。 但是我今天发觉它小叶子的位置,黑乎乎的,不知道是牙虫、切割虫还是红蜘蛛,因为太小了,看得不够清楚。 管它是什么虫呢,我有个很方便的配方吗? 洗割筋,花生油,加28至30度的自来水,对上以后,把兰花倒过来这样子放进去,浸泡15到20分钟。 时间到了,把它拎上来,就这样子挂着风干,挂在通风的地方,没有过水,就这样子挂着。 过了大概十来天,这个小叶子明显的长大了一些,小叶子上面有伤痕,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,这个边缘上面有一些缺口,然后里面有一个伤口,应该是当初虫子密集在那个位置的,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。 杀虫,消毒杀菌机的另外一种用法,就是灌根法。 面前这颗小盆栽,是之前跟石虎兰换盆的时候,分下来两颗很短,很旧,很老的石虎兰老杆子。 最后补水的扔掉,就把它放在这样子的小花盆里面,进行敷苗。 今天拿来观察的时候,发现里面有一条两厘米长的虫子在爬,当时有点心急,直接就用上了灌根的方法。 20分钟过去了,我把它翻开来看看,这条虫究竟有没有死呢? 这个方法,能不能撒死两厘米左右长的虫呢? 翻盆出来,找找这条虫,它究竟是死,还是活呢? 好彩这个嫩鸭还没被它咬掉。 水苔我用的是纽西兰水苔,新的水苔,虫子从哪来的? 虽然水苔很少,但是由于虫子的颜色,跟水苔的颜色非常相似,所以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找。 反正没有死,它也爬不走,因为这个网子很腻的。 慢慢的找,终于找到了虫子了,不过它已经死了。 灌根20分钟,能撒死一条爬行当中两厘米长的虫子,认为这个配方也是非常满意的。 不过死掉以后的虫子,好像没有爬行时候的那么长了,大概只有一厘米多了。 这个虫子的头部这里嘿嘿的,这条虫子有很多脚,由于我平常见虫子的时候比较少,所以稍微大一点的虫子,我就觉得很怕。 如果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,可以告诉我一声吗? 我把它杀死了,我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。 现在又把它像以前那样撞回去了,另外被这样交贴刮起来的。 以上分享了沙虫消毒杀菌配方的制作,以及几种使用方法和案例分享。 接下来说说注意四项,第一,洗洁精不能太多,花生油也不能太多,太多了,浓度高了,对植物本身有伤害,并且还有可能导致整棵植物死亡。 面前这颗猫猫脸三尘,由于顺手都拿一些不同品种的兰花来做试验。 这颗兰花原本是长得好好的,我跟它用的方法是喷叶子,灌根,后来不长根,也不长叶子。 并且下面的叶子还黄掉两片,其他的叶子慢慢的在变黄,并且变得这种斑块状的。 这是因为我用的花生油浓度太高,造成的。 因为蝴蝶兰的叶子有气孔,要呼吸,要吸收空气中的养分,要吸收光,进行光合作用。 那油的浓度太高,把它的气孔堵起来了,它失去了以上的功能,所以停止生长很长一段时间。 前段时间长了两片小叶子,现在这片叶子看得出来很健康,也很油亮,看来它是缓过来了。 另外,我的红林石壶,去年跟大家分享过,用多肉植物万用土来种的,原本也是长得好好的,不也是为了用不同品种的兰花来做试验吗? 结果一颗死掉了,一颗半死不活,也是浓度太高。 注意思想二,浸泡的过程当中,时间不能太长,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 如果时间太长,虫子可以窒息而亡,兰花也会窒息而亡。 我一开始的时候,也是这样尝试过来的,耗的时间太长,弄死了我的好的花花。 注意思想三,水温也很关键,28到30度之间,这个水温是从此和细菌都比较活跃的时候,效果会更好。 注意思想四,灌根以后,要冲洗植料,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,否则根会坏死。 有人可能会问,洗衣粉可不可以呢? 我个人认为,粉状的洗衣粉,如果没有充分的融化,对植物的叶子和根都是一种伤害。 这些配方,能够杀掉什么虫子呢? 能够自吸而亡的虫子,都可以杀掉吧。 一开始,我家里兰花没有招虫子,我就用健康的兰花来试验。 先是要试验,能不能够弄死花花,然后不同的分量,不同的调试,最后杀不死我的花花,然后再找虫子来杀。 正好我朋友叫我帮他换盆的一颗石壶,种了红蜘蛛,我就用它来杀掉了。 然后就是,影片当中的那条爬行起来,有两厘米长的虫子,也被杀死了。 另外就是,上上过视频分享的,消毒杀菌处理新买回来的兰花,没有消花苞,并且全部打开。 好吧,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,谢谢大家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。